咱们有什么 你看这个 小心一点 一百多块钱了 你一下去就十块钱没了 这个花的颜色比较多种 我家后面是一片竹梨 你今天做什么 我解黄豆 我今天打算做一个 移养的菜 因为我看到一则新闻 这是一个老头子 他每天喝豆浆喝豆浆 然后最后那个 这个 比他老活的还大 我就想喝豆浆还是挺有用的 那豆浆就是用黄豆煮的 我就黄豆焖猪蹄 你想分胸啊 没有我没说 我不要我一个分胸 你对着我这边再说一遍 你没有想分胸 女人嘛 再大的都想再大 得吧 这些里面的那些就是不好的 赖的解掉 自己家种的 所以那个也赖的 没有清理干净 朋友们都说我太傻了 老是拿回来自己开 开着那个刀伤很冷冷 今天我就让老板给开好 再拿回来 这个12块茄鸡 茄腿肉 然后我把下面那一节 就是猪蹄那一节煮了 上面那一节留着下一餐 把这一勺下锅沸水 来一点的姜葱 雀芯 将料酒 将料酒 去去 盖起我29寸的锅 看一下 哎 好了 把它捞出来 我分心了一下 这只应该是老猪 因为它的肉是红色的 不是粉嫩的 要多炖一下 对 所以要炖久一点才好吃 来点菜籽油 下入冰糖炒糖色 糖色可以齐色啊 不会炒糖色 可以用老猪来代替 炒糖色最重要的地方 就是开泡泡 现在还没出泡泡 我还去化开了 然后整个等着等着等着 现在开始开始没泡 好 现在是小泡泡 然后再倒大泡泡 先是大泡泡 嗯 大泡泡结束之后 好 就下入这个 先是又是小泡了 这样把它给炒到这 你看这样炒炒炒炒就上色了 这个热是红的 嗯 它这个就行了 再下入这个 葱和姜 可以蒸香去腥 咱们什么八指柜皮啊 这种都不用下了 我觉得下那种 真的没有吃到猪的 也使味道 好 加入开水 再把这个黄豆下锅 一起炖啊 可以放松 来点些酱油 再来点稀 调味 没有稀是不可 好 煮开了 调好味 咱们得把它捞出来 放到高压锅 我怕吃不动 因为这太老了 这是自己种的菜 这个叫爬地菜 我现在是实现了蔬菜自由 想吃多少 吃多少 我也蔬菜吃 我骄傲了 这个蔬菜炒一下啊 这个蔬菜炒蔬菜呢 我还是叫小处来指导一下 它炒的比较好吃 现在呢大火奢侈了 但是我有点 困不及待想吃了 咱们还是等一等等 接吃等一下 就有好菜吃了 你多加点肉吃咯 不要只吃豆 多吃点啊 一切一切过去 不要只够吃蔬菜啊 这也要多吃点 你说豆豆 说豆豆 好了出锅 猪蹄焖黄豆 也不错的 也不错的 这就是糖色做的 猪蹄 特别好吃 嗯 好爽 这才是真正的 猪肉 再来一块 你看这个 嗯 这自己种的蔬菜 都加几块 虽然那个蔬菜啊 切苍百孔 但是味道是相当好 但是味道是相当好 嗯 香 嗯 多热一点 也不柴 嗯 太酸了 不腻不柴 非常好吃 皮特别柯柴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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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趁自己斗斗 还说风凶风凶斗都没吃 那瓢跟咬 我感觉你是疯肉 什么 疯肉不是疯胸 胸上也有肉 有道理 你人不可能观传这个地方 你这肉好有口才的 你这肉好有口才的 而且这样说不油腻啊 又下雨了 又下雨了 这是很开心的事情 去年太干害了 今天下雨了 终于有收获了 我刚刚洗完完就下雨 这一点才是最好的 这些都是发财雨